台股再跌我就要退坑了 就...又吃土了 古代時期收藏CD的感覺 還蠻好看的湊出來之後 背面應該是會印一些感謝人 但是我不配 右邊是超帥的鐵盤 摳出來翻過來看背面會看到一片金屬 不按坑度很深也很清晰 是用人造人培養艙的圖案 三顆有寫黑珍珠跟這次的編號 加上磁鐵收藏感倍增 非常感謝有綁帶就真的不要貼腳帶了 只有黑珍珠真的懂我 整個拉起來哇塞 只有一層 裡面有三個底座 有兩大葉小 兩個頭 兩個身體 兩個領結 一個下半身 兩隻只有兩個鞋帶 一把在期望處不承知到傷害的手槍 還有一個縫色跟一堆樹 兩個底座 一個下面什麼都有 然後上面什麼都沒有 另一個上面什麼都有 下面什麼都沒有 鞋底仍然是可蘿博士的品牌 直接丟上去 領巾非常的大 像惡兒園一樣 其他布料跟塗裝蠻好看的 像雕像一樣 另一個舌體直接是跟手綁定 對面可以看到領巾的磁鐵形狀不一樣 兩個領結不能共用 西藏領結按下頭 看看臉哇塞 真的很十七號 看邊面哇塞 這髮型就真的很阿邊嘎哩的加法 把上半身丟下去之後來看看手 指甲袖很乾淨 其餘好無亮點 把東西丟丟上去之後來看看頭 哇塞 這個風吹的感覺就逼得我 把電風扇放到左邊 就像底座給一個特高的難得 有做到一點下半身的底座 然後是用可蘿博士實驗室的元素設計 做得不錯 後來看這把可能是 土耳其宣說使用過的空氣槍 就真的這樣硬塞進去 超可怕 最後把底座上那些七七八八的丟上去 這次就拼好了 就突然有超大巨人的感覺 17號存在的意義對我來說 並不是為了讓賽魯進化成第二階段 而是為了讓18號存為18號 所以必須有17號這片植燒桿 都是天下無敵 在設計上我覺得還是要某方面的難動 就是說假如我特別喜歡有風吹的 然後是雙手抱胸的造型 就是這個替換頭就要做 其實已經夠高了 但就是放不下去 反正頭都可以換 但是我認為風吹的就適合抱胸 那我這個手就只能送給您一次 這個皮革紋理的多功能戰術 要帶大家有目共睹 牛仔褲的紙料呈現的塗裝 大家有目共睹 口袋邊還有縫線的皺褶 紅線也真的有點抖 紫恩非常的離譜現實 口袋也像真的可以把手插進去一樣 皮帶跟皮帶扣也都是分件非常有層次 除了巧奪天宮簡直就是鬼斧神宮 就是感覺不是人類做的 牛仔褲的刷色跟刷破 加上這個皺褶我直接想穿 搭配練柱款式的短褐我馬上練柱 其實更不用說縫線還有鞋帶孔 自然垂墜的鞋帶跟嶄新的鞋面 都讓我覺得它是一個愛乾淨的人造人 馬路中間依然有一些打鬥的吐石 有跟車禍的痕跡 那後續還有18號跟16號 還會有共鳴大地台 青龍珠系列希望永遠走下去 那我們下支玩具見 掰掰 我們下支玩具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